你怎么回事 我可以手术 但我有个条件 什么 你还有条件 什么条件 你要先答应我 替我保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我叫小泥秋 在我们家排行老五 他们都叫我五丫头 我们全家 二十八口人 都让鬼子给杀了 我就发誓 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 后来 我就认识了我哥官丰 我就跟着他一起杀鬼子 把他交请了 继续 算了 怎么 zk gr 来 院长 你这是怎么了 太感人了 太感人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什么都不要问了 赶快去做准备 十分钟之后给他做手术 是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你什么都没错 你怎么样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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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萧妮丘同志 女伴男众的事情 我对大家只有一个要求 保密 明白 这么长的时间 就这么碌碌为主 龙面会议 夏花 我对你们的能力 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天皇陛下交给你们的任务 我看 十有八九 泡汤了 特使先生 何以见得 还有仅剩下两天的时间 两天又怎么样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 两天 足以决定一个 巨大战役的胜负 我用得着你来给我上课吗 两天以后 拿不到金服 什么样的结果 你们应该知道 好 看来 这道难关 难以逾越啊 不见得 虽然只有短短两天时间 咱们必须得抓住 这个最后的机会 怎么抓 请吧 梅珍队长阁下 昭平太军要带你逛大鸡 带走 来 来呀 来呀 你说 管缝能同意咱去捷狱吗 管缝是对的呀 对的 不常在去还对的 你没看出来呀 看出啥 官封这心里头啊 比咱们谁都着急 比咱们谁都难过 这不 他亲自进城真查去了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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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看 快来小了 这就是大日本皇军抓住的 中共地下游击队队长 梅珍 游减势中了 快来看 快来小 这就是和大日本皇军作队的下场 那边 宋几队长 快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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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小了 这就是和大日本皇军作队的下场 苏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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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快给我 行李咋说的 他们让我们拿 唐朝阵殿的金服 跟他们交换美阵 李军风 你说啥 金大牙又不见了 没错 连同他的雾气和沾骂 我估摸着 他一定是胆抢皮骂的 去交美阵 这不是胡闹吗 他一个人能救出美阵吗 弄不好 他还会把自己搭进去 对 把你送在哪儿 和你担心的 让我说 那担心的 然后我去担心 你担心的 你担心的 好 呜ever 管法 是不是叫个行动了 我去把关押没针的牢房摸清楚 回来 你摸这个干啥 来 鞋鱼嘛 就是啊 咱们的任务是 暗命不斗 好 喂 喂 班达 这里是大日本皇军的指挥墓 去你老了的 你就是阎孟殿 又能咋样 阎孟殿 你究竟是谁 我究竟是谁并不关键 关键的是 我手里面有你们想要的 那尊金佛 你说什么 那尊金佛在你手里 你现在在哪里 少跟我扯毒子 我问你 用那个游击队长 换最尊金佛的时候 你们还认吗 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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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日本皇军 一向细手诺言 少跟我扯毒子 你们日本人 从来都是说得比唱得好听 可哪件事 你们做得像人做得了 这次不一样 这次 绝对不一样 那好 如果你们真想得到这尊金佛 今天夜里十二点 带着梅珍队长 跟我交换 交换地点 万古寺 你给我记住了 不许耍花样 如果我发现你们 言而无信 我会让你们人才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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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雅哥 你 我是来救你的 谁让你来的 谁让你来的 没谁让我来 是我自己要来的 指日本贵司阴亡诡计 我才不管它什么诡计 我就是一门心思 要把你救出去 我们把你要交换的人带来 你呢 你有救换的东西呢 是不是应该亮出来 让我们监视监视 可以 给我 放人 给我 放人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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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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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逗一下 我就砍下你的头 大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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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大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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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什么 是谁伤了你呢 大阿哥 那现在 就请我们的救命恩人 建神吧 呸 你不得好死 你不得好死 全部 非功夫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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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美妙绝伦 我相信 天皇陛下 也会爱不释手的 他会重重奖赏你的 你不得好死 你也有一个事 这是很判断的 我才会给你 尸体 极大的威胁 必须尽快铲除这个毒瘾 咱们内线送来情报中 还提到 那尊金佛 已经落入日本人手里了 我马上向上级当作出库告 好 哥哥 在没有读到 上级明确的指示以前 你们小队 切切不可轻挤无动 是 龙平队长 我现在 又有一个新的想法 什么新的想法 在他们流血的伤口上 再撒上一把盐 在伤口上 撒把盐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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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把他给我押进来 梅珍 大牙哥 我们龙平大队长优待你们 让我把你们俩关在一起 你们好好享受吧 我不要住在这儿 我不要住在这儿 别不吃带去 再闹 死了 走 大牙哥 不行 没事 大哥 大牙哥 放心吧 死不了 死不了 关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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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外头说 大牙哥和梅珍 要被人鬼子给枪毙了 啥 滚风哥 求求你了 快去救救他们吧 是啊 滚风 我也求你了 赶紧救他们去吧 宋大哥不正在情势上集 想办法呢吗 滚风哥 你赶紧给想个办法吧 兄弟们 你们就别哭了 你们这一哭我心里就更乱了 对 不 你 我 她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等等 梅珍姑娘 我来替你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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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罗长 我要汇报的就是这些 我们的国宝 必须从日本强盗手中夺回来 我们被捕的同志 也必须要营救出来 叛徒必须铲除 宋平同志 我们同意你的战斗方案 抓紧实事吧 是 罗平会议 赶紧给我安排一下 我要立刻离开顺利 特使先生 您最好 还是耐着性子 再住几天 住几天 不 我一天都不愿待在顺利 我要以尽快的速度赶回东京 把这尊金服呈献给天皇密下 特使先生 难道您想这尊金服 本人服侍吗 什么意思 中国有句成语 叫欲速则不大 我们得到了这尊金服 难道中共游击队和光明党闪电 就会善罢根性吗 不 不会的 他们一定会私下布下天罗地网 专门去等等您往里钻呢 那走吧 我说过了 请您耐着性子再住几天 等那时 我一定让您顺利地到达东京 完成您的使命 你笑什么呀 大哥 你真是太可爱了 不可爱吗 嗯 你非常可爱 我这吐了呱唧的 长得又老 年龄又大 我有什么可爱的 你的心 我的心 你的心是金子 首长 我该回去了 急什么呀 吃了饭再走吧 不了 我要顺便去趟黄雅洞 我们有个战友负伤正在那儿治疗 我要去看看 好 那好吧 特使先生 这是城里最好的房子 现在用它来接待您 这和谁 又是 这安全和舒适 两者缺一不可呀 特使先生 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闪电 最近完全销售拟击 属下认为 这里面大有文章 这我不管 我的安全 反正也交给你们了 关于他们的动向 只要一有消息 我会立即安排应对措施的 我不希望 再出现任何意外的 来 走 梅正姑娘 我想 我 我 我想 你想什么 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你叫我唱唱歌吧 我教你唱歌 教你唱什么歌 就是 你经常唱的那首 九一八 九一八 九一 那首叫《在松花江上》 对对对 好 我教你 我的家 在东北松花江上 我的家 在东北松花江上 哪里有森林梅狂 还有那满山边野的大头高梁 哪里有森林梅狂 还有那满山边野的大头高梁 什么 他们俩在唱歌 唱什么歌 咱俩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离开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离开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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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上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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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 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章院长 宋平同志 你好你好 请坐 您怎么来了 我到军区汇报工作 顺便来看看我们的小霓球 她怎么样了 我们刚刚给她做了手术 她正在恢复中 那就好 她住哪个病房 我去看看她 宋平同志 我想问问 你了解小霓球吗 我们是一个战壕里 跟鬼子厮杀的战友 怎么能不了解呢 你并不了解小霓球 到底怎么了嘛 过去我们只听说过 古代花木兰女扮男装替妇从军 可是眼下 这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 什么 你说小霓球是 是的 她是我们中国妇女的骄傲 今次全都在家 宋长哥 宋长哥 你可送回来了 我们的任务 任务任务 你就是他的任务 怎么了 你 不是 这到底是怎么了 你呀你呀 我说你什么好呢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立即拒绝了 你怎么抓到它 你 小泥小 泥秋早了 泥秋的伤是不是 你下载 赶紧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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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怎么这么冒失啊 你这么慌慌张张的 跑什么呢 幸亏撞到的是我 万一撞到伤员可怎么办 大姐 对不起 俺不是有意的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俺是来看一个伤员的 看伤员 谁啊 他叫小泥秋 小泥秋 是啊 大姐 你快告诉我 他住哪个房间 你是他什么人 俺是他哥哥 俺叫官丰 官丰 你就是官丰 你认识俺 虽然我没见过你 但是 没少听小泥秋提醒你 所以对你印象很深 去吧 我去中方 好 说话小声点 谢谢啊 小伙子还真不错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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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